在中田英寿之后 韩国球星朴志兴成为了亚洲球员刘洋的标志性人物 2005年 在安英霍文已经收获了两个合甲冠军的朴志兴降临梦剧场 开启了真正的豪门之旅 在曼联效力的七年 朴志兴用自己不惜体力的奔跑 和坚如磐石的意志征服了曼联球运的心 在为曼联出战的205场比赛中 他贡献了27个进球 其中更是步伐经典之作 10-11赛季 朴志兴在对阵阿斯纳的英超关键战役中 用脸将球砸入球门绝杀制胜 帮助红魔在积分榜上反超阿斯纳 赛季末成功登顶 除了阿斯纳 切尔西 利物浦这些曼联的宿敌 都吃过朴志兴的不少苦头 在亚洲人最渴望证明自己的欧贯赛场 朴志兴也同样是历史敌人 2008年 莫斯科的雨夜 朴志兴与球队登顶欧贯重回巅峰 0809赛季欧贯半决赛 四回合对阵阿斯纳 朴志兴用进球为曼联扣开了胜利之门 最终淘汰对手晋级决赛 时至今日 朴志兴是唯一一个捧得过欧贯冠军奖杯 并参加过两次欧贯决赛的亚洲男足球员 他是一个不能靠简单数据分析被定义的球员 他的单兵防守能力 他的团队协作属性 都让他在无声处释放着自己的足球天赋 四个英超冠军 三个联赛杯冠军 一个欧贯冠军 一个市聚杯冠军 朴志兴的职业生涯堪称功成圆满 他是当之无愧的亚洲之光